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一次的MATPLOT Live的视频教学当中 这一次我们会讲到在之前生成的一些figure当中 我们修改一下它的坐标轴的一些显示参数 我们首先看看这个例子 顺便提到一下我这些例子都是从网上总结 总结完了以后有一些东西都是自己加上去的 所以大家基本上你可以在这个MATPLOT Live的官方的tutorial中 可以找到相关的例子 然后有一些网站上面也有类似的例子大家可以自己去找 但是我会在我的这个练习脚本当中我会上传到github 然后github脚本当中已经囊括了一些reference 比如那些网站我都放在我的脚本当中的开头的位置 大家可以去copy那些网站的地址 然后可以自己看一下 那这意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MATPLOT Live呢 打印出来的呢 像我们这边的Y轴呢是一些它不是数字了 它是一些这种文字描述 然后文字描述呢它也有这一些不同的范围 比如说我不是单位范围 我单位的标志不是1了 我可能是这边是0.5啊这边是1啊这边是2啊这种单位的取值 然后呢这边呢我可以有 我有不同的可能看不到哈 这边呢有Y label 就是这个Y轴呢是代表了什么东西 你可以描述Y轴的东西 这边有X的一个label 就是描述X轴是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今天就开始这个例子吧 首先呢我们会继续用到上一颗的例子 然后我剪掉了一些部分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最原始的一个plot 也就是什么都没有 这个红色的线还是很恐怖哈 什么都没有这个X和Y呢都是一些数字 那我们先把这个红色的线 呃 减小一点太恐怖了 那如果我们要设置坐标轴呢很简单 就是plt.xlimit 就是设置它的这个曲直范围 它的这个这个坐标轴是从多长 是从-1到2或者是-1到几这种范围 那这边呢我给它的范围是-1到2 然后我给Y轴的这个曲直范围呢 Ylimit是-2到3 这就是它的曲直范围 那我们再plot一下 X呢就是-1到2 Y呢就是3到-2 这就是它的一个整个框的曲直范围 如果你想挪动它也是没有问题的 你这样子可以挪动它看看另外的一些 没有被囊括在这些曲直范围的一些 呃这个这个图 那好 除了曲直范围呢 我们还可以plot plt.xlabel 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I'm x I am x 就是它的label 描述你的X轴是什么东西 那我的Y轴也很容易 Ylabel I am y 就是描述它的东西 打印出来 你看它Y轴就是I am y 它的X轴呢 就是 哎呀这边可能看不到 I am x 就是它的一个描述 我们想把这个X呢 的这种单位呢 换成-1 -0.25 就是0.5 1.25 2 这种单位 我们怎么换呢 你看它之前 它之前的样子是 没有进行修改的样子 是-1 -0.5 0 0 0.5 这样子的单位 我们怎么换成 刚刚那样子的不同的单位呢 那这个呢 就跟我的X有关 X呢 就是我们刚刚的那些小标 就是单位的小标 那我们的new tix 等于numpy.line space 小标换成-1 -1到2 然后分五个单位 我们再打印出来一下 print new tix 看看它是哪几个单位 然后呢 我们要换上它 那就是plt.x tix 就是我们设置 X的tix是哪些东西 那我们就把它设置成newtix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的tix呢 就被换了 我们之前是-1 然后-0.5 你看-1 这边就换成了-0.25 就是0.5 1.25 2 这种脚标我们都换了 那这就是我们的tix 是如何进行互换的 那我们还可以 我们之前不是看到的y呢 它的tix变成了label 它就变成了文字 那我们怎么换成文字呢 那也很简单 就是plt.y tix 我们要换的文字的每个对应的这个value 每个对应的这个数字是什么呢 那我们就是比如说我在-2的时候 给它对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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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什么 really good -2 对应上really good 然后-1.8 对应上的是 嗯 啊 这边 负数呢 肯定是really bad 那就是bad 然后我的-1 对应的上是 呃 normal 普通 那我的比如说 1.22 对应的这个标词呢 是 good 那我的这个 呃 3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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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really good 好 这就是我们怎么样 一一对应 所以我的 Ytix呢 就变成了 当它是等于-2的时候 它就是really bad 然后当它是-1.8的时候 就是bad 这样子一次对应 然后我们打印出来 你看这边就是really good really good 实际上的值呢 就是3 good的值呢 就是1.22 这样子对应起来 那我们 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什么really good good normal 这些东西呢 它的字体都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怎么改变它的这种 好看一点的字体呢 一种形式呢 就是说 我把它改成我的这个机器能读的 而且它是 就是这种数学形式的字体 那我就在前后两个地方 加上一个dollar 就是那个美元的形式 那 那这个空格呢 在美元的形式中 它是读不出来的 所以你要用一个转字符 就是 这个反斜杠 然后再打一个空格 它才能把这个空格 读成空格 好像挺绕口的 然后这边也是 我们这边通常呢 会加上一个r 也就是这个是正 正者表达的一个形式 正者表达式 然后前后都加一个dollar 就表示我这个dollar里面的呢 就是我要读取的地方 然后也是转折一下 把这个空格读出来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把它变成好看的字体 你看 really good good normal 这个字体就变了 通常呢 在这个字体当中 你可以用一个 比如说我在这个really bad中间呢 后面呢 或者是在bad后面好了 bad后面呢 加上一个alpha 也就是alpha 那alpha怎么怎么表示出来呢 我们知道我们打这个 这个alpha alpha 这样打呢 它是打不出来这个数学形式的alpha 比如说我转了空格 转了空格alpha 我打不出来这个数学形式的alpha 你看在哪里 你看bad alpha 打不出这个数学形式的alpha 那我们这个转制符呢 就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它就会把这个alpha呢 转成我的数学形式上的alpha 大家可以看一下哈 你看bad 这边就是alpha 就是数学形式的alpha了 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呢是很有用的 如果你在写论文啊 或者是做出一些有特殊符号的一些东西的话呢 你可以自己去搜一下 怎么去把这些特殊符号呢 转成你所需要展示的东西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讲的 如何去修改我们的这个坐标轴 那么下一次呢我们会讲到 如何去修改坐标轴的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我想修改坐标轴的位置啊之类的 那我们下回见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或者订阅我的频道 或者是把这些视频呢 都分享给其他需要学习的同学们 那么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